哈喽大家好 我是CZ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真的好久没有坐在相机前面这么正式的录视频了 最近呢Dior新出了一个系列叫Backstage系列 这个系列呢有粉底液眼影盘 还有一个口红盘 今天呢试一下这个lip palette就是这个 这一盘有9个颜色而且全部都是口红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看它这上面全都是logo肯定一抹就没了好心疼呀 这个包装有的人吐槽说这个包装不太好看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清晰明了简单大方透明的塑料壳 这个包装不太好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现在这九个颜色我全都试完了 而且最后啊 这个颜色有点涂不太匀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最深的这个哑光的颜色 涂来涂去呢 还是涂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脏脏的 就一点都不均匀 其他几个呢 都算是比较那种比较容易上嘴的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它这一盘 它这一盘的显色度其实真的不是很高 就是它第一排其实都是gloss 就是那种透明的 没有太多颜色的那种 可以让你嘴唇看起来很glowy的那种颜色 中间呢 是珠光的一些唇膏口红的颜色 最底下是哑光的一排最深的颜色 其实这九个颜色里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颜色 就是我涂的倒数第二个颜色 我觉得莫名的有气场 莫名的好看 这个呢 就有点too much了 不太适合我的风格 对吧 我怎么能夹着这种厚麻汹汹的颜色 这种厚麻的这种气场呢 我感觉我是不太合适了 我还是把它擦了吧 完全不是我的嗓 我刷子 我用手指头涂吧 我比较喜欢的这个颜色 嗯 好看 好了 我现在涂上了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盘里面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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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颜色 它其实现实中在有一点点紫调 就还不错 还不错看 挺好看 好啦 这就是Dior Backstage系列的这个Lip Palette的唇膏盘的全部试色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哟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